奇怪 这个位置是谁家的 不知道啊 这都快开始了 怎么还拉着围门 兰昭公主到 参见公主 公主殿下 进国 进国王爷 这位是 他是我使团的 织造鉴定官 生性孤僻 不善交际也不喜见人 但在织造方面 是个行家旅手 有他在 不会放心很多 原来如此 公主殿下 今日初选 如果有何演员的商户 尽可选出来 令他们进入下一轮比试 洛王放心 事关我兰昭通商大计 一定会选最好的商户 绝对不会儿戏的 能进入公式的商户 本已是同行业当中的侨手 看这样子 那 我们宫市局这次来 那就是陪太子读书 做个过程罢了 今儿这日子 本公主大可让你大疆炒面华 私底下可别这么一本正经了 公主殿下 西院是瓷器和茶叶区 这院是香料和织造 不知公主殿下 想先看哪一边 就先织造和香料吧 公主请 参见公主 香料过重 预位不足 正是这话 外表华丽 内里就过于平庸了 去上一家看看 好别致啊 这个我喜欢 这应该算是上品 这个 入选 多谢公主 这是 公主 殿下 公主 殿下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认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Historca 时�制顾变忠 stock procedomi 好 于真的 制造跟香料都能进入初选 二叔果然没有看错你 不过是个初选 连这个都过不了 岂不是一笑大方了吗 二叔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玉枝斋的东西滑而不实 你根本不配得入选 你信口雌黄 事实本就如此 你将成本 都花在造价昂贵的包装上 根本没有顾及货物本身的品质 甚至作坊里 还有以前的旧香料早已发霉 如此做出来的东西 你还敢拿去参加竞标大会 玉枝斋 也算得上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商好 我的商货不好 又怎么会被入选 那也是因为你压低了价格 况且多数人 都是冲着苏氏百年的名号去的 并不是你的商货好 颜文秀 说实话 论实力 玉枝斋连香草堂的一个脚趾 指头都闭不上 你就不要再拿去丢人陷阳 住口 不许你拿香草堂 跟玉枝斋相提并论 好了好了 文秀 文宇的话虽然不耐听 却有一定的道理 玉枝斋不能再吃苏氏的老板了 好 二叔 您的意思是 我本来打算让苏氏的枝灶 跟香料同时参加 但今日听闻 香草堂在初选大会上 是初尽了风道 所以我担心 二叔 我不会输给那个女人的 傻孩子 聪明人要懂得审时度时 咱们的香料 确实是不如香草堂 这是事实 所以 咱们只参加织造的甄选 这样呆相夺魁的 可能性更大 文秀啊 可是香草堂比香料 我如果退出 你初初都要和香草堂比试 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实力啊 我再不好 南昭公主也准我入了血 那也只能满得过一时 时间久了 必录马将 行了文秀 就听二叔的 咱们就拿最擅长的织造 进行比试 以确保万无一失 可是二叔 我 我放弃香料不甘心啊 傻孩子 这一己之短 功比之长 不是什么好计策 二叔 真不愧是苏家掌门人啊 你 臭小子 真是越发的嚣张了 我 你 我 豈会 我 你 你 褒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满场的商户 就她弄得出那些 上不了台面的鬼东西 实在可气 等您进了月圆 她指不定要这么张狂呢 不过少奶奶也不用跟她计较 有公事局的人关照 少奶奶还用怕她 等着吧 我一定会把她 赶出月圆的 孩子们 她给你们买什么了啊 舅妈 你买这么多账 这么大魂啊 昨日你们替香草堂 争了光 这街坊邻居都来恭喜我们 就是舅妈心里头高兴 今天晚上加餐 给你们庆祝一下 谁能想到咱们小小的方家铺子 能有今天这个光景 都是你们三个孩子的功劳 都得奖励 你瞧他们现在这欢喜的眼睛 之前你是不知道 舅妈一直担心得连饭都吃不下 舅舅也是 生怕咱们进不了初选 最后真的要关门回老家了 怎么会 除了香草堂 我们哪儿还有家 霓裳 这第二轮比试 每家商户只允许一人参加 不能陪你一起去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莫要担心 反正都是在京城 又没说不许出来 大不了我偷偷回来看你们 就是 要是你呀 这笨手笨脚的 小脑袋也不灵光 这才是让我们担心的呢 可咱们霓裳是谁呀 就没有什么事是她解决不脸网站的 再说了 不是还有王爷网站吗 你就知道举销我 你就知道举销我 我好了 你听说你开玩笑 你又欺负袁香了 我没用 谁不知道 你最近天天黏着她 上回袁香的手破了 她紧张得跟什么似的 别说了 话又说回来 这次竞标大会 王爷是协理 也会参与评鉴 我们作为参选者 总应该避嫌才是 再说了 既然想拔得头筹 我怎么能靠别人呢 说得好 不愧是霓裳 王爷 王爷 王爷您怎么来了 您来得正好 晚上呀 我们准备庆祝一下 您别走了 和我们一块吃碗饭 对 出茶淡饭 你若不嫌弃 就留下来一起吃吧 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好好 你们聊啊 我们去准备 我们去准备 你看看 这么多饭 王爷 正好 今日我想好好谢谢你呢 入选初试是你自己的本事 谢我做什么 要不是你 我怎么能想到梨花蕊的点子 闻香念故人 我想应该是师父在冥冥之中 对我们的庇佑 一转眼 我娘已经走了这么久了 等这阵事情结束了 咱们一起回趟云锦庄吧 毕竟那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有太多我和我娘 共同的回忆了 好 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去 也算是荣归故里的呢 师父他看到你如今的成长 一定会欣慰的 是啊 到时我护送你们一起回去 云庄主与我也有几面之缘 更是霓裳的师父 我以后 李莹去祭拜探王 谢谢王爷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 但是可不可行 还得看你的意思 你说 这云锦庄一直荒废着 我想着等香草堂再扩大一些 不如以云锦庄为根基 将香草堂开到淮州去 在各地授业传艺 将云锦庄的记忆也发扬光大 我想师父在天有灵 一定会欣慰的 如此甚好呀 这样一来 我娘的宏愿也得以实现了 如果真能那样 就太好了 当时云锦庄的好多姐妹 如今都散落各地 有的成了教习 有的做了散户 若是能寻到他们一起帮忙 也能省了好多的力气 也不知道金蝉翠玉他们 如今怎么样了呢 好 那就说定了 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要重振云锦庄 好 重振云锦庄 瓷器及茶叶工序繁多 且多为男子商户 已经统一安置到西边的工坊里 由工事采办安排 我们这边专门准备 织造和香料的比试 你们当中有人善织造 有人善香料 若真有本事 两项都夺了魁更好 赛制一共四十九天 这期间若想出园子 拿得出入令牌 方得出去 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